你半夜敢照镜子吗 多说半夜不能照镜子 这女人偏偏不信 结果照着照着 脑袋就掉了下来 当然这只是幻觉 不过这面镜子可不一般 它能照出平日里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而这镜子的起源 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镜子的第一个主人 是这花楼里的头牌 某天夜里 头牌招呼了一个富家公子 对方轻轻靠在头牌的耳边 似乎要说什么 可下一秒 头牌就痛得弯下了腰 原来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公子 而是一个杀手 之前答应帮头牌熟身的官员反悔了 所以故人来灭口 头牌怨恨地把自己的血 磨在了梳妆镜上 从此 这面镜子成了一面被诅咒的魔镜 时间来到1922年的上海 魔镜出现在了一个贵妇人的家中 贵妇人玛丽看见这面梳妆镜 心情却格外沉重 因为她分明记得 自己还很小的时候 表姐也拥有一面相同的镜子 而表姐的事情 在她这里一直是个秘密 突然电话响起 玛丽赶紧接通 就听见一个女人在说 这话立刻让玛丽想到了表姐 她慌张地在屋里四处寻找 状态癫狂地以为管家要害她 可电话却再次响起 玛丽再次接通 还是那个可怕的女人 接下来的几天 玛丽总是心神不宁 家里除了她就只有管家和女仆 可管家在电话响起时就在自己身边 而女仆是个哑巴 难道真的是表姐来算账了 这天 玛丽在梳妆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纸 纸上写着 一次谎言 铸成终身大错 她不由得想起 小时候因为嫉妒表姐和男友感情好 于是撒谎骗男友说表姐去游行了 男友不放心 追到了游行队伍里 就不幸被人误杀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玛丽长大之后 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富豪 某天 她在丈夫的衣服里 找到了表姐的手帕 立刻猜到表姐和自己的丈夫有染 玛丽没有声张 她写了一张纸条 把手帕和一把枪寄给了表姐 玛丽本想诱导表姐自杀 哪知丈夫 反而主动和玛丽摊牌 说要和她离婚 玛丽心中怨恨 就在丈夫的咖啡里下毒 得知丈夫死亡 一时兴奋的玛丽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 在梳妆镜的另一个抽屉里 玛丽找到了当初寄给表姐的礼物盒 她这盒子里的东西 竟然是一把枪 一只手拿出了盒子里的枪 指在了玛丽的头上 玛丽抬头一看 眼前的人竟是管家 我 为什么 话音刚落 哑巴女仆竟然开口说话了 原来管家和女仆 都是丈夫和前妻的女儿 他们为了给父亲报仇 潜伏在玛丽身边很久了 那些诡异的电话 都是假装哑巴的小女儿打来的 枪声响起 玛丽的血溅到了镜子上 她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从那天之后 魔镜不知被谁买走 最终辗转来到了新的地方 这里是律师老瞻的家 刚把防尘布掀开 老瞻就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 她吓了一跳 想要把镜子搬走 可未婚妻却说 这梳妆镜是她父母的遗物 说什么都不愿意搬 于是 魔镜就留在了老瞻的家 最近 老瞻被一个案子烦得不休 有人出高架 请她为一个杀人犯辩护 可老瞻有自己的底线 说什么都不同意 结果在魔镜到来的当天 老瞻似乎被什么东西蛊惑 竟然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法庭上 死者的女友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案发当天 杀人犯见色起 想对死者女友下手 死者听到动静出面阻止 就被杀人犯用领带勒死了 为了帮这个看起来 很欠揍的杀人犯脱罪 老瞻模仿了案件的手法 朝另一对情侣下手 以此来证明 真凶还逍遥法外 法庭上 老瞻昧着良心 帮杀人犯辩护 在老瞻的距离力争下 杀人犯被判无罪释放 这一结果 让死者的女友非常不甘 他找到老瞻 拿出死者的照片 诅咒老瞻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强和的是 当天正好是7月14日 也就是鬼节 老瞻开车回家 却感到气氛越来越不对劲 突然 车前走过一个人 竟然和死者长得一模一样 老瞻猛打方向盘 车子撞上气台 当场燃起熊熊烈火 幸运的是 老瞻身体没受伤 只是毁容了 他请来整容专家 帮自己修复脸上的伤疤 可拆纱布后 未婚妻却目瞪口呆的 看着老瞻的脸 老瞻看箱镜子 这才发现 他的脸镜和死者一模一样 从今往后 他每看到这张脸 就会想起那一场黑心的官司 十年之后 魔镜再一次被变卖 而这一次看上他的买家 是这对小情侣 男儿名叫小明 小时候没了父母 是奶奶一手把他养大 后来 小明去国外留学 回来的时候 带回了女友朱笛 连儿为了讨奶奶欢心 买回了一个古董梳妆镜 也就是魔镜 表妹上前一步 镜子里的倒影却争莲恐怖 他吓了一跳 再仔细看时 又恢复了正常的模样 既然没太在意 却不知这讨奶奶欢心的镜子 重视奶奶的催命符 夜里 朱笛来到书房 发现奶奶名下有千万家产 而这些钱 都是表妹一人在打理 他赶紧提醒小明 要把管账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但小明并不在意 隔天 朱笛更起劲地讨好奶奶 还买了一只小狗 给奶奶解闷 奇怪的是 这只小狗看见表妹 就一直叫个不停 表妹被惹烦了 猛踢了几脚 甚至想用手里的剪刀 戳死小狗 她的行为 引起了奶奶的强烈不满 可当天夜里 奶奶也被小狗的叫声 吵得睡不着 她下楼喝水 又回到房间洗脸 结果整个脸都被血水染红 奶奶低头一看 洗手池里竟然躺着小狗的尸体 奶奶的尖叫声 引来了所有人 朱笛也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带谁的剪刀 所有人把怀疑的目光 投上了表妹 这里只有她讨厌小狗 明明什么都没做到表妹气坏了 随即离家出走 表妹的离开 让奶奶心情很不好 但小明还是和朱笛领证结婚了 两人忙前忙后的订酒店 准备宴请亲戚好友 忙了一天 总算是有时间好好休息 可当天晚上 有人前进了屋子 打开奶奶的房间 把奶奶控制住 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房间里的朱笛听到声响 叫醒小明下楼看看 小明拿着一个 根本就不亮的手电筒下楼 左看看又瞅瞅 在大厅 撞上了回来收拾行李的表妹 表妹似乎很紧张 没说两句就走了 朱笛走了过来 感叹表妹的行李箱 看起来很重 隔天 小明两人就发现 奶奶不见了 不在自己房间 更不在书房 就连晚上庆祝小明结婚的酒席 奶奶也没有来 夜里 妹妹却又鬼鬼祟祟的回到了奶奶家 结果小明带着警察也回来了 表妹无处可逃 躲进了奶奶房间的衣柜里 这才发现了奶奶的尸体 表妹被警察当作凶手抓了起来 小明和朱笛的生活 则回归了平静 奶奶死前写了遗嘱 把千万家产都留给了小明 夜里 朱笛开开心心的照着镜子 却突然看到自己的脑袋掉了 还没来得及害怕 小明就出现了 她在梳妆镜的抽屉里 拿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你是凶手 法往难逃 原来 小明早已偷偷调查了真相 小狗被杀的那天夜里 表妹房间的剪刀 根本没有沾到血迹 所以垃圾桶里的剪刀 是朱笛后来放进去的 最重要的是 奶奶死前写的遗嘱很有问题 因为奶奶根本就不识字 而且早在两年前 奶奶就决定把家产 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所以她不可能写下那份遗嘱 那是朱笛帮她写的 真相大白 小明准备报警 朱笛恼羞成怒 拿剪刀朝小明刺去 可剪刀卡在梳妆镜上 而朱笛被台阶绊倒 一脑袋扎到了剪刀上 魔镜再次见证了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可她并没有被销毁 过不了多久 她又将被卖去一个新的地方 再次引诱出某个人最阴暗的内心 人的欲望和贪念 就是这么可怕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见